《列王幾下》第十九至二十章 希西家王聽了他們的報告,就撕破衣服,披上粗麻布進入上主的聖殿, 他差遣宮廷總管以利亞徑,宮廷書記社伯拿和眾祭司首領披上粗麻布去見阿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財亞。 他們告訴他,希西家王這樣說,今天是患難、蒙羞、受辱的日子,就好象嬰兒快要出生,母親卻無力分娩。 阿摩斯王派來的參謀長滅是永活的上帝,或許上主你的上帝已經聽見他的話,就要為他說的懲罰他, 阿,請你為我們這些聖餘的人討告吧。 希西家王的官員把王的信息傳給了以塞亞。 先知就說,告訴你們的主人,上主這樣說, 不要因阿摩斯王的使者蝕毒我的那些話而煩亂不安。聽著,我要親自對付他。 王將會接到報信說需要他回國,他就會回到自己的地方。我要使他在那裡死於刀下。 這時,阿摩斯王已經離開了拉吉,正在攻打納拿。於是,阿摩斯的參謀長也離開了耶路撒冷,前去請示阿摩斯王。 不久,西拿基納王接到消息,說埃塞俄比亞王特哈加正率領軍隊來跟他作戰。 他離去迎戰前,派了使者回到耶路撒冷,給希西家大信說。 這時給猶大王希西家的信息,不要讓你信靠的上帝欺騙你。 向你應許說耶路撒冷不會被阿摩斯王攻佔。 你非常清楚阿摩斯獵王在所道之處的作為,所有阻擋他們的人都被他們徹底消滅了。 你怎麼會是例外呢?其他民族,例如戈善、哈蘭、利息、和提拉薩的伊甸人。 他們的神,可曾拯救過他們呢?我的祖先把他們全都消滅了。 哈馬王、阿爾拔王怎麼樣呢?西法瓦陰、希拿、和爾瓦的王又怎麼樣呢? 希西家收到了使者送來的信,讀了之後就上到上主的聖殿去,在上主面前把信展開。 希西家在上主面前這樣討告說。 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我,你在威武的基路伯之間坐著為王。 唯有你是地上萬國的上帝,唯有你創造了諸天和大地。 上主我,求你苦身垂聽。上主我,求你真眼貫看。聽聽西拿基納,滅是永活上帝的話。 上主我,阿術列王確實已經把這些民族都消滅了。 他們把這些民族的神,榮盡火中焚燒。 阿術人當然能毀滅他們,因為他們根本不是神,只是人手造的木頭和石頭偶像。 上主我們的上帝我,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他的權勢。 那麼地上萬國都會知道,唯有上主你是上帝。 那時,阿摩斯的兒子以塞亞把這個信息全給希西家。 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這樣說。 你為阿術王西拿基納的是祈禱,我已經聽見了。 所以,上主針對他說了這樣的話。 石安的閨女,滅是你,嘲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兒,在你逃跑時,嘲諷地搖頭。 你滅是誰?諷刺誰呢?你高聲攻擊誰呢?你用如此傲慢的眼神看誰呢? 那是以色列的聖者我。你藉著你的使者滅是主。 你宣稱,我以眾多的戰車征服了最高的山林。 征服了泥巴亂最偏遠的山峰。我撼到了那裡最高大的鄉柏樹,還有最好的柏樹。 我去了那裡最遠的角落,探索了那裡最深的密林。 我在許多異族土地上滑整。整類的水使我感到舒暢。 埃及所有的河流,我都用腳掌阻斷了。 你不曾聽過嗎?我早已定下了這事。我早就籌劃了這事。 如今我正要實現它。我安排你激潰撤房的城池。 使它們變成一堆堆牙力。所以它們的人民力量薄弱。 經方失措,由藥如草。像亂綠的生芽般,輕易被淺踏。 它們像房頂長出的小草。說沒有長得茂盛,就已經枯毀了。 但我深深了解你。你在那裡停留。你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去。 你怎麼向我發怒,我都知道。你對我說憤怒,傲慢的話,我都親以聽見了。 所以我要勾著你的鼻子。把雀環塞進你的口中。 你從那條路來,我就要使你沿那條路回去。 伊塞亞又對希西家說,我的話真實可靠,這就是證據。 今年你們只能吃自己生發的。明年你們要吃繼續長出來的。 但第三年你們要栽種收割,並要照料葡萄園,吃圓中的果子。 你們這些逃脫了為成戰的猶論,聖如在猶大的人,將會在自己的土地向下紮根,向上生長,繁榮興盛。 因為我子民中聖如的人,哪一群石安山的幸存者,將要從耶路撒冷向外擴展,天軍的上主的熱切介入,必然使者是成就。 至於亞術王,上主這樣說,他的軍隊不會進入耶路撒冷,甚至不會向這城放一箭。 他們既不會拿著盾牌在城門外行軍,也不會捉起土壘攻城。 王從那條路來,也要完那條路回自己的國家去。 上主說,他不會進入這城,為我自己的榮耀,也為了我伯仁大衛的緣故,我必定守衛這城,保護這城。 當天夜裡,有上主的天使出去,進入亞術軍營殺了十八萬五千亞術士兵。 第二天早上,幸存的亞術人醒來,發現到處都是屍體。 於是,亞術王西尼基納拔迎回國去了,他回到首都尼尼尼,並住在那裡。 一天,西拿基納在他的神尼斯洛的廟中召拜,他兩個兒子阿德米勒和沙利式用刀殺了他,然後逃到阿拉納地。 他的另一個兒子以撒哈頓成為新一任亞術王。 第二十章 大約那個時候,希西家病重垂危,阿摩斯的兒子先知,以塞亞去看望他,帶給他這個信息。 上主這樣說,你要安頓好一切,因為你快要死了,你這個病不會傳遇。 希西家聽見者說,就把念轉向牆,向上主吐告說, 上主吐,求你記得我如何一直忠心於你,如何專心侍奉你,一直做討你喜悅的事,然後他禁不住痛哭起來。 但以塞亞還沒有離開中原,上主的信息就臨到他,你回到我子民的領袖希西家那裡,告訴他, 上主,你祖先大衛的上帝這樣說,我聽見了你的討告,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定會醫治你,再過三天,你就能下床到上主的聖殿裡去。 我必給你增加十五年的壽命,我也要從亞術王手中拯救你和者作成,為我自己的榮耀,也為了我僕人大衛的緣故,我必保衛者作成。 以塞亞又說,用無花果造成糕,於是希西家的僕人把糕敷在農倉上,希西家就傳遇了。 當時希西家曾經問以塞亞,上主會給我什麼徵兆,證明他要醫治我,讓我在第三天能夠到上主的聖殿去呢? 以塞亞就說,這就是來自上主的徵兆,證明他一定實現他的應許。你想要日軌上的影子前進十步,還是後退十步呢? 希西家回答,日影總是向前移動的,所以向前移動容易,那就讓他後退十步吧。 於是,先知以塞亞請求上主這樣做,他就使阿哈斯日軌上的日影後退了十步。 不久,巴拉丹的兒子巴比倫王米羅達巴拉丹,給希西家送上美好的祝願和一份禮物。 因為他聽說希西家得了重病,希西家接代了巴比倫的事節,更把他保庫中的一切都給他們看,包括銀紙、金紙、香料和香膏油。 又帶他們參觀他的軍艦庫,並給他們看了皇室庫房中的一切。 希西家的皇宮以至整個皇國中的一切,他們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 那時先知以塞亞來到希西家王那裡問他,那些人想幹什麼?他們從那裡來? 希西家回答,他們來自遙遠的巴比倫國。 以塞亞問,他們在你的宮中看了什麼? 希西家說,他們看了所有的東西,我將我所有的一切,我的整個皇室庫房都給他們看了。 於是以塞亞對希西家說,你要聽這個從上主以來的信息。 上主說,時候將到,你宮中的一切,就是你列祖所積存至今的珍寶,都要被奪去運到巴比倫,一見不留。 你自己的幾個兒子將被擄走,他們要成為太監,在巴比倫王的宮廷裡服侍。 希西家對以塞亞說,你給我這個來自上主的信息很好,因為皇心想,至少我在世的日子是和平安定的。 希西家在位時的其他事件,包括他的國歷,以及他如何修建水池,並滑引水到引水入城,都記錄在猶大獵王史上了。 希西家死後,他兒子馬來西繼承皇位。 請問在今晚後,你看到海風和平安中。 壞車。